各位先進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好 我是秦大重機用建中 我們這個研發的主題是去開發一個微小化的快速檢測系統 用於手術的靜脈麻醉檢測跟極性生存節濃度的檢測 我們團隊的話 包含像有同學教授 潤柔專長 還有產根醫院 嘉義跟寧口院區的醫師 包含麻醉科醫師跟泌尿科醫師 在市場分析這個部分的話 WHO它預估面臨大概有2.34億的人施行大型的手術 大概美國佔了絕大部分 除了一般性的手術之外 還包含像腦部或心臟手術 器官移植手術 這些都需要全靜脈麻醉的部分 在急性生衰節這個部分的話 由這個統計表可以發現 醫院裡面急性生衰節的病患逐年上升 這些病患的話有34.3%是發病於大手術後 現在在全靜脈麻醉用藥 Provo 這個使用率已經推幅在2025年會到達34% 主要的話就是說讓一些除了老弱父母之外 有一些重症的休克的 包括敗血症或其他低血容量過敏導致的 這些都是潛在的腎損傷的病人 有時候會因為像一些心臟衰節或急性腎衰節 導致麻醉如果不是太深就是太淺 所以這些都是要適度關注的 如果發生死傷的話 當然會造成他後半輩子洗腎或其他或死亡 所以在急性腎損傷這個部分 還有很多可以搭配麻醉的檢測及早診斷 可以避免研發的合併症 然後提高存活率 目前的話 所謂就是說 麻醉的話 英國有一家上市公司 他已經開發這一套的檢測系統 通過洗衣在歐洲跟日本的使用 這一套的話是用光學檢測的方式 有很多試劑在裡面做避免的操控 最後檢測出來 在這個急性腎衰節這部分的話 就是ELISA的試劑組 這部分的話需要專業的人士 比較好時 在臨床問題這部分的話 如果在靜脈麻醉這部分 當然現在在現況是用下馬坡 或者是聽覺誘發電位這部分來檢測 這邊的話就是會有一些高度變異 那包含有些病人 電線病人 或者在心臟手術 器官點手術的病人 那些波動是蠻大的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這個系統可以開發一個微小化的 快速檢測的電子試的系統 來輔助這些設備 其中可以追蹤試做參考 那在急性腎衰節這個問題這部分的話 以往是用血腥基幹酸來做檢測 這邊的話一般都是會在發病後 兩到七天它的濃度才會變化 所以我們沒辦法立即的防治 那我們在這個開發選用的是 另外一個NQ的蛋白質 它在一到兩個小時之內 濃度就會開始上升 有利於醫師快速的檢測 我們在這個系統大概以這個示意圖 會開發一個機械 包含這個軟體的鑽寫 另外的話 包含這個PoTiS4的 補優道晶片的耗材 包含補優道 我們獨特的真空模組驅動 包含我們的人造塑膠抗體 包含我們的水球過濾 跟我們傳感器的部分 我們剛才提到真空模組的部分 是我們的核心技術之一 這個在文獻或一般的商品上面 假設用手銀器Pump 這一台十萬塊還滿大的 需要一些管線連接 如果用necropump的話是比較小一點 當然也需要有一些介面連接 我們這個開發獨特的真空模組 會產生負壓 大小可以隨意的克制 我們也不需要連接直接貼圖 這個五粒子這上面貼圖了 32顆的真空模組 那當然也可以直接貼圖一顆 那我們的這個過去成功的應用 是用在像一些發炎的檢測上面 四階段的操控也都可以 那或者用在一些這個圍優體的操控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的話 我們就跟這個Brought Filter 整合在一起 做全血跟血漿的分離 那我們這部分的話 跟這個商品來對比 像一般來講 離心機可以用來做全血跟水漿分離 但是比較麻煩 時間也比較久 那其他的話 有比較方便的方法 是用EBTA有進 但是這個會需要等待兩到三個小時 才有些微的分離 那其他的話 德國有家廠商 他把氯子整合在圍繞晶片 那裡面沒有感測器 然後這一片大概五千塊台幣 那我們也買過來試了一下 那這個抽取之後的水漿裡面都是氣泡 所以也不太適合做檢測 那還有醫院他們有這個IVDKids 然後我們把它拿過來做測試 那裡面也會有一些Bubble 這個在它的濾布裡面 那它也需要蠻長的 蠻大量的這個全血 才能完成一次的這個填充 那我們的話 就包括陣風模組 包括我們的Brought filter 我們就可以把空氣吸引過來 那全血一滴滴在入口 那這個時候 雪漿就可以被抽引出來分離 那個感測器放在這邊 就可以一起得到檢測結果 那我們這個目前是世界上最小的感測器 可以很容易跟其他的感測器 整個在一起 那另外一個核心技術是 現在大部分都是用生物抗體 那生物抗體大家都知道 需要這個動物的產生 需要一些蠢化的這個方式非常複雜 那也非常昂貴 那另外就是說對溫度環境 例如溶劑它可能沒辦法有一個相容性 那我們的這個團隊是發展這個人造的塑膠抗體 然後是這個仿生的這個做法 所以的話就是說它是得到一個模板分子 讓我們從模板分子複製它的反向的形狀 還有它的這個清潔 那有點像抗原跟抗體的做法 那我們在過去的這個 用發原蛋白澄清做一個例子 那這是上面的拖椅筒 那我們也用碳針去測試它的這個吸引力 那很意外就是說 它的這個吸引力比一般的生物抗體還要高 那我們這個系統整合的話 目前已經完成儲寫 前一陣子還剛完成的 所以我們那個做了這個機殼 那下面有一些這個電路板 那我們這個這邊有兩個版本 一個開發版跟使用版 使用版就會使用遺失 它很快速就可以得到 那開發版我們可以用來做debug 或其他的紀錄 那其他部分的話 包含剛才提到的分子波音的技術 上面是塑膠抗體 包含我們剛才提到的真空模組 跟雪球過濾的這個元件 然後直接一旋選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分離 雪江跟這個全選的分離 它這個真空模組跟這個Broughtius的部分 那我們在專利布局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真空模組遺留道跟水球過濾 分子波濾 過去已經有多件這個日本、美國、台灣的獲證專利 那我們在去年的話 有把水球微波濾器已經申請出去 現在在省為當中 那在這個科證中心 他們也有幫我們做專利地圖的分析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以這個高分子拖銀技術來講 有的是用在藥物開發或其他的生化分離 那只有圈起來的這兩塊 是跟我們相關用在代特部的檢測 那在進一步分析裡面包談有一些大廠 或者是剛才這個麻醉藥的廠商 他們已經有一些專利布局 但是在初步的這個檢測當中的話 就是說這個目前中國沒有這方面的專利 那歐美有一些 但是其實跟我們的這個技術是有差異的 那其他的話是競爭產品的比較 就剛才我們以麻藥為例 剛才這個英國這個State Talk系統 它這個跟我一樣是可以進全血做檢測 它需要700mL 我們只要小於10mL 最小到4mL 那大部分都5分鐘左右 那這個範圍差不多 那它是用光學檢測的方式 所以裡面需要有些試劑 那有時候會學的溫度飄動 有些不一定的部分 那試劑也必須要預先冷藏 那我們是用電子式配合我們的這個塑膠抗體的部分 那經由這個 在這個案子的協助之下 我們有做這個風險評估包含標準指引 所以有些第一階段篩選出 有哪些是我們要遵循的概念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有一些電信按規的項目 是我們必須要在這個網存測試的 包括有一些品質監測包在設計製程採購 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要注意的細項 那我們在這個後續也會把這個機殼交由儀科中心 做底下的這個項目 那整個在餘孕模式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說現階段有初心品 那開始一些這個凝創測試 那接下來的話就會開始FDA的Presmission 來確認一些廣規途徑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當然如果這個查商有興趣 我們也可以記載我們的元件或系統 或者是授權 那我們在往後除了人才培育 我們也在準備這個新創的部分 希望在3到5年內有一個新創公司出來 所以我們的Milestone的話就是說 在前面是那個的一些這個團隊建立 那現在到這個準備要開始Presmission 後面的話當然希望有一些這個新創的這個部分 時間到了 快快結束了 然後當然我們跟這個一些醫生的使用者訪談 那當然是我們目前來講 就是在麻藥藥跟這個急醫生 事實斷解這邊有一些機會 包括醫師也給我們意見說 如果這個藥還可以用在像憂鬱症 或其他的這個抗電間要個量測我們的平台 那當然也有一些這個威脅就是說 我們這部分是屬於西醫材 所以在審查上面就需要這個特別嚴重 那以上是我的介紹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再隨時跟我聯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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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